好 各位晚安 十一點半剛好很適合來做催眠的小說 導讀解遷正義訓練 我們這次的單元是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然後我們上次解遷解到 那個Holden好像是窮極無聊了 去把Ackley叫起來 問他可不可以加入教會參加 天主教活動 那 那個被吵得一直睡 沒辦法好好睡覺的Ackley就 很生氣 就罵他 這樣子 粗言不遜啦 我們來聽聽看那個段落 You wait me just to ask me a dumb question Ah go back to sleep I'm not gonna join one anymore Anyway The kind of luck I have I'd probably join one with all the wrong kind of monks in it Or stupid bastards or just bastards When I said that Hold Ackley said Sat wake the hell up in bed Listen he said 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about me or anything But if you start making cracks about my god damn religion for Christ sake Relax I said Nobody's making any cracks about your god damn religion I got locked Bubbed Hell eyes bad And started towards the door I didn't want to hang around in that stupid atmosphere anymore I stopped all the way Though And picked up Ackley's hand And gave him a big bony handshake He pulled it away from me He pulled it away from me What's the idea is that I don't want to hang around in that stupid atmosphere I'll read it And then I'll read it And then I'll read it Certainly you have to be a Catholic you bastard Did you wait me just to ask me a dumb question 他说你当然要必须是 天主教徒你才能去参加弥撒 或是参加相关的活动啊 You bastard 你这个混蛋 那他那个You bastard 原因是因为他把硬草吵起来啊 不让他睡觉 当一个人被剥夺睡眠的时候 情绪是真的会很不好 那要怎么样去判定你睡眠被剥夺 有些是长期的 有些是暂时性的 像Ackley就应该是暂时性的 就是之前从来没有 睡觉 一直睡 好不容易睡着要被吵醒 好不容易睡着要被吵醒 那这个让我任何人情绪都会失控 这个让我想起我在陆军官校的时候 我们因为很操啦就是 学校我们那个年代 时常停课 因为我们不认为校方不认为课程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会毕业 除非你 真的故意不想毕业 故意想被荡击 所以上课 在教室上课基本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福利 因为你一出教室就很危险 如果你不是高年班 你是低年班的话 学长利用下课时间10分钟20分钟他还是可以抄你 哈哈哈 那你一出教室就很危险 原因在哪里 很多学长会登记你微记 服装不整也可以登记 走路没有转直角也可以登记 看你不爽也可以登记 那轻则假日就是军纪在教育 或是基本教练 操你操个一个上午再让你去放假 送则 随便给你安一个罪名 重则就是敬足整天 你你假日一整年都出去 所以一进了教室 大家就觉得低年级的时候 就觉得昏昏欲睡 精神松懈 所以陆军官要的教室很少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坐在教室里面还能清醒 哈哈哈 那一定不是正常人 我是睡了三年了 那 那我这个 讲这个为什么睡眠被剥夺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到了高年级就肆无忌惮 那老师其实也知道 上课不是重点 踢正步啊或是有 校外的外兵来我们要阅兵分裂啊 或者是校庆啊或者要到国庆阅兵要到总统府前去踢正步那些才是重点 其他不是重点这样 或是种草皮啊 当工人做工啊 那些才是重点 老师在官校教那么久的书他也清楚 所以他并不会去 只要你不要睡得太夸张 他不会去打扰你睡觉 这样子 那我记得三年级我们一个同学 他就坐在老师前面 那这个老师呢也是我们公认 比较不上道的老师 老师有分好几种有一种是 上道的有一种是不上道的 这样子 那那个老师是比较不上道的 好像是教地理吧 那我那个同学像我坐最后面就没这个问题了我不管怎么睡老师都不太容易看到我 那那个同学呢是坐在老师旁边 因为老师讲课有的是站着正经800站的讲 有一种是说站得太累了 可能也山高了或是宿醉了他站也站不稳了他觉得太累了他就搬一张凳子坐在 前面第一张桌子老师会有另外一张桌子在讲台下面 他他他可以坐在那边坐着上课 那比较倒霉的就是那张桌子前面的那个学生 因为他如果要睡只能偷偷睡不能太不给老师面子 那我那个同学 就是 可能是前天晚上真的太累了 他就睡到那个夸张到就是 只差没有摔到走廊上而已啦 那那个老师 认为他是一个不上道的老师因为他比较 不是像我们有些老师是军职 他本身就陆军工校出来了 他知道我们这种传统 睡觉的传统 那有些文职的老师 他也许是军眷 也就是说 他的亲戚或是父职辈 里面有人当过军人 辈分很高透过关系 他本身有学位符合资格来学校教书 他就认为说 我讲课讲的那么精彩 我学历那么高 我在这个学界里面 得高望重你还敢在我面前 就坐在我旁边不到五公分 几乎是面对面啦 你还给我睡的 那个就那个夸张到就差没有 直接倒在 那个直接倒在走廊上那个老师就很火 他跟这个 holden很像 他就叫那个同学小声的叫他起来 那个同学当然小声是叫不起来的啦 我看他那个劳累的程度 其实我们也没有在看啦 我们大家都在睡啦 只是他比较倒霉 他睡在老师旁边 那个老师又很不上道 那个老师就又叫他一次 他还是不起来 老师火大了 就 拍桌子 叫他到后面 去罚站 但是那个同学睡到 哦 好孟正田孟周公的时候突然那个老师 绑拍桌子 他被吓醒 可是被吓醒之后他忘记自己身在何方了 他以为是有同学跟他开玩笑 他那个跳动了 就突然整个人站起来用彰化标老师 说 用彰化标 你这样的话我会吓一跳 骂完之后他 全班也吓一跳 他怎么会这样用彰化去标老师 而且好像要扁他的样子 我们全部都吓一跳 然后呢他骂完之后才 摇摇的后才清醒说 原来是我上课睡觉被老师叫起来 他还在做梦 老师也被吓到了 那个学生我那个同学 骂完老师之后发觉不对啊 对面怎么做的那个人是老师 现在在教室他 才回过神来 他自己也 也吓一跳 然后就走到教室后面去 我们全班一片鸦雀无声 所有瞌睡虫都不见了 这个就是说他睡眠睡到一半 好梦正田 突然被一个外来的干扰因素很严重的干扰他整个人 会回不过神来 会忽然 连老师都骂 这样子 那后来那个老师有得到教训 下一节上课他就 他就比较情绪就比较 上高一点了啦 这样子 那我在官校二年级的时候 一年级来二年级我忘记了 我睡得也很夸张 我睡到那个有一次我被叫醒来我也是 快要睡到走道上去了整个人 斜一边好像大法师 被那个恶魔邪灵 附身一样整个人 全空 横在那个走道上面继续睡 哈哈哈 老师受不了 老师就在旁边咬我 老师已经蹲在我前面 看着我很久了 我都没有醒来 结果他把我咬醒的时候 我斜的看到一个老头子站我前面 哦那个那个 教什么的教地形学还教什么忘记了 还是车辆原理的 他说这位同学啊 求求你不要再睡了 我 我连晚上睡觉都梦到你睡觉的样子 你饶了我好不好 后来我的学习总平均是六十几分 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很关系很多老师有的很上道 他让我们睡他知道说我们不是故意的 有些老师不上道会老羞成怒那就会回火 因为你这样子学生睡到一半你不是轻轻的去咬他 你垂桌子他整个人会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会认错人会整个 梦境跟现实会整个 理智线断掉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连老师都用脏话骂老师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那个 holden一直去吵他不让他睡觉 暂时性的剥夺睡眠 那他当然会心情不好所以有时候会出言不逊 他讲说 You bastard Did you wake me just to ask me a dumb question 你把我叫起来一直吵我 就是为了 就是要为这个笨问题吗 然后holden就 Go back to sleep I'm not going to join one anyway 他说原来这样子 那你去睡觉好 我不吵你了 我不加入了 原来 原来要是教徒才能加入 那我不参加了 The kind of luck I have 他说我运气好的地方是 I probably join one without the wrong kind of monks in it 他说 我有可能一加入之后就发觉 我 我加入错了 原因是因为里面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monks神职人员 在里面 All stupid bastards 那那个 他就故意去惹Ackley生气 这些monks 可能是这些天主教里面的 僧侣 不能讲僧侣 因为天主教里面应该都是神父 我们那个时候叫神 我不知道这个monks是不是在天主教里面搬神父 他说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些笨家伙 or just bastards 那如果不笨的话 也还是 那个buster 混蛋 这样子 差别只有笨跟不笨 但都是混蛋 这样子 他就故意去惹那个 Ackley生气 我们再往下看 You have to be a dumb crust Kind of luck I have When I said that O Ackley said Way the hell up In bed 那Ackley一听的当然 很生气啊 他听完 你怎么讲我都 不痛不痒 我也不会介意 但是如果你开始 不要紧张啦 不要紧张啦 没有人在开什么 开你宗教的 开你信仰的玩笑 没有人会这样干啦 我也不是啦 然后呢 他讲完就 I got up off I got up off Ali's bed 他就从 Ali的床上起来 起身 And started towards the door 然后往门那边走过去 I didn't want to hang around in that stupid atmosphere anymore 他说 他说现场气氛已经很僵了 他不想再待在那个地方了 气氛已经不对了 所以他就决定往外走 到哪边去 先不管 先离开现场再讲 I stopped on the way Though 他走到一半停下来了 And picked up Ackley's hand And gave him a big phony handshake 然后呢 很戏剧性的 这是戏剧效果 很戏剧性的 伸出手来 然后呢 主动的握起 Ackley的手跟他握手 那他讲说这是一个 Big phony handshake 就是很假很假的握手 意思说握手多半是友好 认同 恭贺等等 但他明明是在跟Ackley吵架 然后呢不是吵架两个人闹得很强气氛不太对 决定先抽身离开 这样的情况下他跑去跟他握手这个 就有点让 有点违和感 你跟他握手干嘛所以他说他是一个phony handshake 就我明明很生气 我还要故意装的很高兴大家聊天聊得很愉快的样子走的时候再跟你握个手 感谢你的意思 he pulled it away from me 然后呢 那个Ackley也觉得很怪 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握手 还那么热烈 他就把手伸了回来 缩回来 what's the idea he said 他说 你说你这也搞什么鬼啊 这什么意思啊 哈哈 what's the idea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后面听听看我怎么念 我说你这些人是被人家装的 我说你这些人是被人家装的 你认为你 你认为你 and it was very very quiet and depressing in the corridor there was this empty box of colonel's toothpaste outside Lahey and Hoffman's door and when I walked down towards the stairs I kept giving it a book with this shipwine slipper I had on what I thought I'd do I thought I might go down and see what old Mo Brasser was doing and all of a sudden I changed my mind and all of a sudden I decided that what I'd really do I'd get the hell out of Pansy right that same night and all I may not wait till Wednesday or anything I just 好 这个 这一页我来讲解一下 No idea 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god damn prince That's all 他又在灌他米汤了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我只是要谢谢你 你是这么高贵 这么好的人 带人那么冰冰有礼 他在讲反话 灌米汤这样 那其实也讲得太过分了 我相信 Ackley也听得出来 I said it in this very sincere voice 他想学他的学长 Stradlator 要Snow 哈哈哈 要亲身细语 用那种 听起来非常的 发自肺腑之言的那种声音 在讲 他可能在练习 You're ACES Acclicate I said You know that 他说你最棒了 那个ACES是很棒的意思 Acclicate 那他明明知道AClic很讨厌他的学弟 叫他Cat 这样子 I said You know that 他说你知道吗 你很棒你知道吗 这样 那越讲越不对劲了 就是有点点 讲反话讲过头了 AClic就讲 Wise guy Some day somebody's gonna bash your 他说你真是聪明啊 你是聪明绝顶 聪明过头 总有一天 有人会 bash your 可能是要 打 打烂你的嘴巴的意思啊 你这个嘴巴真是厉害 乱讲一通 总有人 有一天人家会修理你 这样子 再看 I didn't even bother to listen to him 他说我连 把他话听完 我都懒得听 我就走了 I shut the damn door and went out in the corridor 我把门关了 我就直接走到上面去了 Everybody was asleep or out or home for the weekend 他说这个时间点 礼拜六晚上 大部分的人 不是睡觉 就是出门了 去玩了 或者回家了 过周末了 and it was very very quiet and depressing in the corridor 他说 一个人独自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面 然后没有什么人 是感 那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而且呢 depressing 会让人心情觉得很 物足 很郁闷的 那个走道 整个走道走 他就感觉到那个 走在那个走道上的感觉是 非常的安静 而且呢 会让人感觉到很污足的 这样子 There was this empty box of colonals toothpaste outside Lahey and Hoffman store 他说他 可能一边走 有看地上的习惯啊 啊 就看到地板上有一个 空盒子 他那个是colonals colonals是一个牌子 后来好像变成colgate 反正就是牙膏的牌子 那个年代的啦 你要想想想看那个 1940年那个时候 70年前 那个时候的 牙膏的空盒子 在哪边呢 在这两个人的房间的门口 这两个人是Lahey and Hoffman 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 他就讲说 这是这两个人的那一间门前 有一个空的牙膏 盒子 空盒子 And while I walk down towards the stairs I kept giving it a butt with this ship line slipper a head on 他说当我走 一路走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走廊一直走 会有楼梯口 走最底端会有楼梯口 他一路从走廊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就用脚 用一只脚 去踢那个空盒子 I kept giving it 那个it 是那个toothpaste 那个box empty box of colonels toothpaste 那个空的牙膏盒 又一直踢他 一路踢踢到楼梯口 所以那个t叫做 given it a butt 就是given it a kick 的意思 那用什么踢呢 with this ship line slipper 那个ship line 我认为应该是羊毛的 因为冬天嘛 会有一种防洞的鞋子 它里面有毛 所以它这个是羊毛内领的 有时候我们叫那个内领 叫lining 这样子 所以这个ship line 是指说 羊毛做的内领的拖鞋 slipper i head on 他用那一只 他那一双啦 但是他是用一只脚踢啦 所以他说 他是用他穿的那个拖鞋 羊毛 内里的拖鞋 去踢那个空盒子 一路踢到楼梯口 他在想说 那我待会要干嘛呢 他一边踢那个空的牙膏盒 一边走 一边想 就忽然想到说 我应该 我可以干脆去看一下 到楼下去看一下 那个他的好朋友 一起去看电影的那个 Mel Brasser 到底在干嘛 这样子 但他正要付诸行动的时候 又改变心意了 but all of a sudden check my mind 那突然之间 一时之间 他又决定改变心意了 all of a sudden I decided what I'd really do I'd get the hell out of the past 他说 他忽然觉得说 我真正应该要做的是 直接就离开学校了 反正我已经被开了 那我还留在这个地方干嘛 我都基本上已经不属于这个学校了 我留在这边干嘛 他决定说算了 先离开好了 right that same night and all 就在这个晚上 我就离开了 我就不要留在Pensley了 反正我已经被开除了 何必多等那两三天呢 这样子 I may not wait till Wednesday or anything 所以那是礼拜六晚上 他的意思是说 他真正被开除的那一天 是礼拜三 所以他还有三到四天的时间 必须留在学校里面 他想说我留那三四天干嘛 跟Ackley 所以 想不到几句话 大家就 话不投机半句多 跟Threadlater 也是在那边 不是打架就是吵架 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思 意义在留下来 他就干脆想一想 就是说 先走好 先闪人好了 I just didn't want to hang around anymore 他反正就是不想留在这里了 It made me too sad and lonesome 也就是说我留下来 让我感觉到非常哀伤 而且非常寂寞 因为没有人理他 他已经是开除的人了 这样子 So what I decided to do I decided to take a room in a hotel in New York some very inexpensive hotel and all 他说 那也不能回家 回家被他爸妈知道 因为他爸妈妈还不知道他被开除了 他不想太早被他父母亲知道 他就想先躲一下好了 既然不能回家 也不能留在学校 他也不想留在学校 干脆就找一个廉价的旅馆 先住个几天好了 所以他讲说 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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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投诉 寄宿 不是寄宿啊 他反正到旅馆去租一个 房间 在纽约的一间 不要太贵的 inexpensive 便宜一点的旅馆 租一个房间 住个几天好了 住到礼拜三 some very inexpensive hotel and all 他说 就是很便宜的旅馆 and just take it easy till Wednesday 然后就放松 没有人来烦我了 我也不必帮别人写作业 然后也不必管谁跟谁约会 也不要去管 那个谁又跑来故意闹我 惹着我不高兴 再烦我 都不用管 那就take it easy 就放松了 放轻松 一直等到礼拜三 then on Wednesday I'd go home all rested up and feeling swell 他说到了礼拜三 我就是神清气爽 因为已经休息了两三天了 精神饱满 神清气爽 的回到家里面 这样子 把最好的状态 身心状态 呈现出来回到家里面去 不要搞得跟上家之犬的样再回去 这样划不来 I figure my parents probably wouldn't get old Stirmer's letters saying I've been given the acts until maybe Tuesday or Wednesday 他就开始算 算日子 他在猜说 可能 校长 那个oldstirmer 校长的那一封正式通知家长说 学生被开除 柜子弟被开除的那封信 要到礼拜二或礼拜三才会气到 他妈妈父母亲才会收到 所以 他也不必搞太急 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用的是 I've been given the acts 通常用在职场里面是被开除 学校里面也是被踢出学校 这样子 I didn't want to go home or anything til they got it and thoroughly digested it 他讲说我不想 到家里面 一回到家 然后呢 家里面的人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或是 我回家的时候 家里面正好接到二号 这样对双方来讲的话 他的如意算蛮是想说 我要稍微等一下 也不要太早让父母亲知道 也不要刚刚好性记到 然后那个 父母亲气还没消的时候就回家 刚好在暴风雨浪头上 他想说 等性记到了 然后父母亲接受事实也 也 反应完了 情绪的反应也反应完了 他再回家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 那个叫 thoroughly digested it 那个 it is that letter 就是那一封 贵子弟 因故 遭本校开除 已于几月几号生肖 类似这样的信 I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when they first got it 他讲说 他一接到信 父母亲一接到信的时候 我不想在现场 刚好就 就等于说在那个浪头上 刚好被风口浪打 这样子 My mother gets very hysterical 那个 hysterical 是指 非常的歇斯底里 就是说 好的时候好好的 俩工的时候 他可能什么时候做得出来 歇斯底里这样子 他妈妈是那种歇斯底里型的 She's not too bad about She's not too bad after she gets something thoroughly digested though 他说 他会俩工啦 会发疯 但是呢 他只要 完全 情绪调整完 接受事实 就不会有事了 就又平静下来了 所以一定要躲那一段 他俩工的那个期间 一定不能跟他见面 那等到他 风平浪静 已经消化完了 再跟他见面会比较好 所以他非常了解他妈妈的个性 这样子 所以他有对策来对付 Besides I sort of needed a lot of vacation 他说 除此之外 我也该休个假了 那个vacation 是休个长假 好好休息休息 My nerves were shot 他说这阵子 风风雨雨的 他其实 神经太紧绷了 要放松一下 They really were Anyway That's what I decided I'd do So I went back to the room and turn on the light to start packing to start packing and all 所以他就回到他的房间把灯打开 开始打包了 把自己的东西装一装打包了 I already had quite a few things packed 他说他因为礼拜三要走 之前已经打包了部分的东西了 Ostralator didn't even wake up 那那个stralator 不曉得是故意不起来 还是真的很累 也没有理他 他打包 开灯 也没有反应 继续睡 I load a cigarette and got all dressed and then I packed these two glass stones I have 他看他学长没反应 反正要走了也不怕了 就点烟 他就继续哈草 点了一根烟 一边叼的烟 然后一边着装 然后呢 还把另外两个 那个glass stone是 一种手提的皮箱 Suitcase 那真的是皮做的 全部皮做的 然后他的开 他是有一个提把 开口是这样 两边拉开这样开的 这样子 那种皮箱 他就把这两 还有两个 两个都装满了 这样子 It only took me about two minutes 他 你看一根烟的功夫 就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完了 这个蛮厉害了 这个蛮厉害了 I'm a very rough packer 但是我打包打得很快 这样子 那希望他不是全部乱塞 塞进去 这样子 有人打包是这样打的 他不分门别类的 就全部塞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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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起来 反正外面关起来 看不到里面这样子 One thing about packing depressed me a little 他说 虽然他打包打得很快 但是有一件事情 在他打包的过程当中 让他感觉到 心里又不高兴了 又觉得难过了 有一点点 不是非常 I had to pack this brand new ice skates My mother had practically just sent me a couple of days before 他说他老妈 两天前 或是两三天前才寄给他一双 全新的溜冰鞋 那个是真的溜冰的 不是滚轮的 是冰刀的溜冰的 那 结果他妈妈不知道他会被开除 就寄来了 连用都还没用 全新的 连用都还没用 就要打包 原封不动打包 要带走了 这样子 这样他觉得蛮难过的 有点难过 但难过的原因 不是我们想象的原因 是别的原因 看他什么原因感到depressed I could see my mother going in Spalding and asking the salesman a million dopey questions and here I was getting an ass again 他说他妈妈他可以想象 那个C是imagine 因为他很了解他妈妈买东西的习惯 他说他似乎就可以想象到 看到他母亲走进 那个Sporting应该是 是四伯丁那种运动用品店 在那个年代 那现在我们大家对四伯丁 比较了解是篮球 那个球是四伯丁做的 他可以想象到他妈妈 因为他妈妈也不懂流冰 可能是他想要 他妈妈帮他买 所以就走到四伯丁的那个 体育用品行 我想问那个Clerk售货员 那个Salesman应该是 那个年代的 我们先来讲应该是Clerk 好问那个Salesman 问那个卖东西的人 A million dopey questions 一百万个愚蠢的问题 这样子 因为不懂溜冰你要买东西怕被骗 又怕买错 都问西问一直问这样子 And here I was getting the axe again 然后呢 东西买完 好不容易大费周章的买完了 气过来了 结果呢 他又被开除了 等于他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他住校 他妈妈帮他弄了很多东西 结果呢 费了好多功夫弄给他的东西 他可能用 还没开始用就要 要搬家了 要找西学校了 要打包了这样子 好这样反复上演 所以让他感觉到有一点depressed It made me feel pretty sad 他说这样的事情一再重演 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这样子 She bought me the wrong kind of skate 他说不只是说东西买来没有用 就要原封不动又打包 要换学校 是说他每次买东西没有一次买对过 虽然很用力的下苦工去买 从来没有一次买对 哈哈哈哈 这也是他难过的另外一个原因 他说 他根本就买错了 溜冰鞋 因为不懂 弄了半年还是买错 I wanted racing skates 他要买竞速用的溜冰鞋 冰刀 他妈妈买了 冰上曲棍球用的 那种鞋子 那我是不懂这种冰上运动 他那个有点像说 你要买 你要买慢跑鞋好了 结果呢 你老妈 东买西买买了一双篮球鞋给你 类似这样 你总不能穿了篮球鞋去跑慢跑吧 那脚一定受伤 或者穿了慢跑鞋去打篮球 那脚一定扭到 but it made me sad anyway 他说 这种事情虽然发生了啦 但是他老妈也买了啦 总之我就是感觉到很难过就对了 almost every time somebody gives me a present he ends up making me sad 他说很多人出于好意 买礼物送给我 但是呢 结局都是令人悲伤的 令我感到难过了 就送礼物给人应该是一种 让对方高兴 送完他每次送完拿到礼物 不管谁送的 结局都是 悲剧收藏 这样子 好我们来听听看我原来怎么念的 好三八分钟时间控制的还不错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我一天都不醒了 我喝了一杯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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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两个月 我只是很快的喝酒吧 一件事在喝酒吧 我喝了一杯酒吧 我喝了一杯酒吧 我家的家人已经送了一天前几天 这一杯酒吧 我看了一杯酒吧 好 好 那時間還夠我就把這一整夜 應該來得及把他講完 就繼續往下講解 After I got all packed I sort of counted my dough 他全部打包完了他就開始算錢了 身上沒有錢什麼事都不用做 何況他還要到紐約租一間 便宜飯店的房間 要過好幾天 所以他算一算他身上的錢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how much I have 他表示說 他這個人就出自大業了 他就是身上有多少錢自己都不知道 這樣子 But I was pretty loaded 他說但我其實 我身上錢還蠻多的 我只是不知道有多少錢而已 那個叫 pretty loaded My grandmother just sent me a wet About a week ago 那個 a wet Wet是指 一疊子 所以 他的阿嬤 不曉得是祖母還是 他的外婆 就前幾天才給了他一大碟紙鈔 這麼好 I have this grandmother that's quite lavish with her dough 他說 我那個祖母真是的 他 他 對孫子 那個都是很大方的啦 錢就是盡量給吧 也不管你要不要就一次一大碟一大碟的送 怕你沒錢用這樣子 She doesn't have all her marbles anymore 那個注意到那個 marbles雖然是彈珠啊 或是 那個那個大理石 珠之類的但不是這邊是片語 有點像lost someone's marbles 就是他腦袋瓜有點不正常 像失智症年紀大的人有失智症或怎麼樣就已經 頭腦 不清楚了 所以他會一直覺得說 他的錢 應該要給了好久沒給 事實上他昨天才給的 這樣子 就是腦袋瓜記憶不是很清楚 年長人多半有這種大腦退化記憶上的問題 所以他講說 She doesn't have all her marbles anymore 他腦袋瓜不再清楚了 不像以前那麼清楚了 She's old and as hell 他實在年紀太大了 And she kept sending me And she kept sending me money For my birthday about four times a year 一個人一年只過一次生日 他的祖母阿嬤 要記四次 他的過生日的 生日的禮金 他那個祖母阿嬤可能是 他每次生日就送錢給他 給他一點錢 但是呢才給完 他又記錯了 他又記以為他生日又到了 所以一年過次四次生日給四次錢 四疊錢 好 再看 Anyway Even though I was pretty loaded I figured I could always use a few extra bucks 他說雖然 不管怎麼樣啦 雖然我身上錢蠻多的啦 我阿嬤一直在塞錢給我好幾疊的現金 但我還是認為說 我一次用一點點錢就好省一點啦 那個叫做 I could always use a few extra bucks 就是每一次我用一點點就好 不要用太多 You never know 意思就是說 你永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你需要錢 萬一你還沒有需要錢的時候你一直花一直花 等到你有其用的時候沒錢啦 他說他還是 這個叫未雨綢繆 量日為初 還是保守一點比較好 這樣子 這樣子的 So what I did was I went down the hall and woke up Frederick Woodruff This guy I'd lend my typewriter to 他想說 能夠盡量省能省就盡量省 好 那個四十三分鐘 我們六七應該可以講完 順便做 待會做一個正常版的練習 所以他想說我能省則省 我能多省一塊錢 我就多省一塊錢 所以呢 他就 決定在離開前 還有一個東西還沒解決 他就走到了 往走廊的鏡頭這邊走過去 然後把一個人叫做 Frederick Woodruff 叫起來 This guy I'd lend my typewriter to 他這個人為什麼要叫他起來呢 因為他原來 記不記得他幫他學長 Threadlator打作文 那個Threadlator的那個打字機 好像沒有上游 還是很少用 就是每次都會卡住 就很難用 那他自己 Holden 很常寫 東西打字的 那台比較好用就借給別人了 之前是這樣講的 所以他被迫用他學長那台很爛很卡的打字機 幫他學長寫作文 這樣子寫得很不順 那他就想起他的打字機還借給 一個叫做 Frederick Woodruff的人 他就把他叫起來 並不是要把他打字機拿回來 是要把那個打字機賣給他 哈哈哈 多少拿一點錢 拿一點盤纏 所以他後面是講說 I asked him how much 我們這一句看完就好 不要繼續往他講 He gave me forwards He was a pretty wealthy guy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這小子很有錢 他用那個打字機用順手了 他你就隨便跟他講說賣多少錢 多多少少 給一點 這樣子他會 會給 他就可以身上又多可以 拿到一點錢 這樣子 那個打字機對他來講也沒有什麼用途了 這樣子 好這就是holden 蠻有 生意頭腦的 雖然身上的錢有多少都不知道 這樣子 好我就用正常版來念一念45分鐘我相信50分鐘左右 一堂課我們應該可以完成 請我們來問他 請問他 我來問他 請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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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wie 請問他 他請問他 我觉得还没到 我们今天讲蛮多的 我们从 啊 这边开始 All right go back to sleep I'm not going to join anyone I'm not going to join one anyway The kind of luck I have I'd probably join one With all the wrong kind of monks in it I'll still be bastards Or just bastards When I said that Oh actually set way the hell up in bed Listen he said 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about me or anything But if you start making cracks About my god damn religion for Christ's sake Relax I said Nobody's making any cracks About your god damn religion I got up off All right's bed And started towards the door I didn't want to hang around In this stupid Atmosphere anymore I stopped on the way Though and picked up Ackley's hand And gave him a big Phony handshake He pulled it away from me What's the idea he said No idea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god damn prince That's all I said I said it in this very sincere voice You're aces actually kid I said You know that Wise guy Some day Somebody's gonna bash your I didn't even bother to listen to him I shut the damn door And went out In the corridor Everybody was asleep Or out or home For the weekend And it was very very quiet And depressing In the corridor There was this empty box of Colonel's Toothpaste outside Lahey and Hoffman's door And when I walked down Towards the stairs I kept giving it the books With this ship-lined slipper I had on What I thought I'd do I thought I might go down And see what Oh no Brosser Was doing But all of a sudden I changed my mind All of a sudden I decided What I'd really do I'd get the hell out of Pansy Right That same night and all I may not wait until Wednesday or anything I just didn't want to hang around Anymore It made me too sad and lonesome So what I decided to do I decided I'd take a room In a hotel In New York Some very inexpensive hotel And all And just take it easy Till Wednesday Then on Wednesday I go home All rested up And feeling swell And feeling swell I figured my parents Probably wouldn't get old Sermis letters Saying I'd been given Given the X Till maybe Tuesday Or Wednesday I didn't want to go home Or anything Till they got it And thoroughly digested it And all I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When they first got it My mother gets very hysterical She's not too bad After she gets something thoroughly Digested Dough Besides I sort of needed a little vacation My nerves were shot They really were Anyway That's what I decided I'd do So I went back to the room And turned on the light To start packing and all I already had quite a few things packed Australia didn't even wake up I lit a cigarette And got all dressed And then I packed these two glass stones I have It only took me about two minutes I'm a very rapid packing One thing about packing depressed me a little I had to pack these brand new ice skates My mother had practically just sent me a couple of days before That depressed me I could see my mother going in Spauldens And asking the salesman a million dopey questions And here I was getting the axe again It made me feel pretty sad She bought me the wrong kind of skates I wanted racing skates And she bought hockey But it made me sad anyway Almost every time somebody gives me a present It ends up making me sad After I got all packed I sort of counted my dough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how much I had But I was pretty loaded My grandmother just sent me a wet After a week before About a week before I have this grandmother That's quite lavish with her dough She doesn't have all her marbles anymore She's old as hell And she keeps sending me Money For my birthday about Four times a year Anyway Even though I was pretty loaded I figured I could always use a few extra bucks You never know So what I did was I went down the hall And woke up Frederick Woodruff The guy I let my typewriter do I asked him how much 到這邊 52分鐘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整個正音完畢 然後內容也講解的差不多了 這樣子 到67夜 之後我們就從68夜以後 再繼續接著講 今天52分鐘時間差不多 恰到好處 那我們催眠就到這個地方 功德圓滿 感謝同學 晚安